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看見我的同事吃飯吃得這麼開心 我也很恩惠 欸? 家盈,你是不是忘記收拾東西? 欸?Sonna? 光仔? 為什麼你全部都忘記收拾東西? 啊,是近南哥啊 是最有功德心 最趕道意的近南哥啊 蛤? 欸? 咦? 為什麼停車離開呢? 看見我就會飽的了嗎? 為什麼又要來收拾? 什麼?連來都要走? 唉 那我會有自己想辦法 兩個人收拾也不算太吃力 什麼? 這麼大個人都賭小東西? 什麼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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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,我還是靠自己就算夠爽 有一天 我看到桌子和垃圾桶 我靈機一觸想到有新的發明了 只要我在桌子中間間間間一個洞 再放一個垃圾桶在中間 到時我的同事一定不會像現在這麼骯髒的了 什麼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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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nna 你這個混蛋又不收拾東西了? 蛤? 你不是打算叫我收拾嗎? 好吧 給你試試我的新發明吧 嗯? 為什麼會這樣? 我是一個會反省自己的人 我認為只要將我這個裝置加以改良 他日必成大氣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動手 嗯 加上這個裝置 相信可觀性和玩樂性必定大大提高 完成了 我們現在就拿去臨床實驗 好了,Sonna 全公司只有你一個有機會用我這個新發明 加油啊,Sonna 我們這個發明能不能夠面世 就看你了 成功了成功了 現在,男仔頭和近南哥的創作 終於都成功了 他們這個時候 就想著馬來蓮夢露的一句說話 你失敗了一次 並不代表你永遠都會失敗下去 我相信 他們倆都很想把這句說話 分享給每一位觀眾知道 蛤? 那桌底這個垃圾桶就多餘了 其實我們吃飯之前 用箭桌子包著一些野石 吃完飯之後 一勾包著垃圾 扔下去就多餘了 咦?那這個垃圾桶就又多餘了 那我們扔下去 其實這個垃圾桶不用放那麼近的 這個垃圾桶就多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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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無緣無故戒桌子 不知道為甚麼 這個多餘 其實你也多餘了 光仔 有沒有人跟你說 給意見的時候 不需要這麼坦白呢 你知不知道甚麼叫忠言逆耳的 以後真的不要再發明些東西出來 這裡還要做多一條 它塌了 贏了經驗 沒有事專業 遇上熱情工作 咦?好像穩了很多了 再做一條 再做一條